还记得借了多少大洋 五千个 八条甘甜 三万二千四百七十一一 哪那么多 梦记吗 每条人 老人在家中无意发现了一张欠条 放到今天 价值近高达三万亿 而签下欠条的 居然是当年的游击队 且欠条上著名了以后 由政府偿还欠款 老人究竟能否拿回属于自己的欠款 这欠条又是从何而来 2009年12月 梁诗伟和朋友在家中一起整理东西 因为梁诗伟家曾是抗战家庭 所以家中有很多和当年战争相关的东西 在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 梁诗伟小心翼翼的生怕弄坏了 一张折叠整齐 已经泛黄的纸张引起了梁诗伟的注意 他以为是什么信件 便展开看了看 谁知道 这一看居然是张欠条 欠条上的内容 大概就是向红文三姐 借了60斤大米 以后由政府折价偿还 而打下这张欠条的 还是当年的游击队长李兆培 本来梁诗伟也没想拿这张欠条去要钱 但是梁诗伟的朋友却觉得 他现在生活又不容易 而且在那个年代 大米是稀罕物 有的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 况且这60斤大米 也不是个小数目 既然有借条 那就拿着借条去要求还债 再说了 欠债还钱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于是在朋友的劝说下 梁诗伟拿着欠条找到了政府 当工作人员看到梁诗伟的欠条时 也是一愣 根据欠条上写的内容 工作人员很快就去核实了相关信息 拿出了2万元给老人进行赔偿 同时还帮老人办理了低保 让老人在生活上能过得好一点 但同时也跟梁诗伟约定好 这张欠条就这样一笔勾销了 以后不能再拿着这样的欠条来要钱了 梁诗伟同意了 于是他拿着这2万元现金回家了 因为这个老宅子已经很久 比较破旧 之前一直没有钱翻修 现在政府赔了2万 他便想着将老宅翻修一下 这一翻修 他又发现了一张欠条 这张欠条比第一张更大 第二张欠条里的内容说 是借30弹大米5千大洋 以及8根金条 写下借条的同样是李少培 偿还方式也同样是政府偿还 因为这张欠条数额巨大 所以它是被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这个小盒子又被盖在了瓦片下面 并不容易被发现 要不是翻修房子 这张欠条可能还是不会被发现 按照当时的物价来算的话 这张欠条上的所有东西 折合人民币那得3万多亿 梁诗伟看到这张欠条都震惊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家原来有钱 但是万万没想到会这么有钱 而这张欠条的背面还有一句话 将红文三姐列为革命家庭 保护照顾其后代 其实梁诗伟在最初发现 这张天价欠条的时候 他并没有想要通过这张欠条 问国家要到多少钱 只是希望这张欠条能被承认 因为欠条背后的那句话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母亲红文三姐 为了支持抗战都经历了多少 所以他希望母亲的壮举 被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他又拿着欠条找到了政府 而政府对他的到来颇感意外 毕竟前不久他才刚来过 现在又拿着这么一张巨额欠条 工作人员不禁怀疑起欠条的真实性 因为数额实在太大 那时候红文三姐 真的能拿出这么多来支持抗战吗 这就不得不说一下红文三姐的故事 广东老人在翻修祖宅时 意外发现游击队的天价欠条 要求政府偿还三万亿 那么这张天价欠条 究竟是真是假 这张欠条的债主虽然是红文三姐 但是这还得说到另一个人 梁红文 梁红文在广东出生 但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却被人贩子弄去了美国 在美国梁红文过得很不好 经常受人欺负 但是他也是个厉害的人物 在困境中越挫越勇 竟然独自在美国闯出了一片天 成为了有名的富商 然而虽然有钱了 但是前半生的流离失所 还是让他想要在以后的日子 回到自己的家乡 于是他回来了 带着在美国赚到的钱回来了 回来后 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地建房 因为手里钱多 所以他成了当时村里最大的地主 同时他还娶了六方姨太太 而红文三姐就是其中之一 都是大方 但是因为他本身非常聪明 有经商头脑 再加上长得也美 所以梁红文对红文三姐 是最喜欢也最信任的 因此家里的事情 基本都是交给红文三姐搭理 而他也做得非常好 梁世伟出生三年后 父亲梁红文就去世了 家里就全是由红文三姐做主 而梁世伟虽然并不是红文三姐的孩子 是六方的 但是那时候谁长家 谁就算做母亲 其他人是姨母 所以梁世伟也算是红文三姐的儿子 而这张欠条的由来 则是因为他的姐姐梁月娇 梁月娇参加了游击队打鬼子 看到战友们经常忍气挨饿的作战 他的内心十分不忍 但是又因为毛主席的规定 所以他没办法直接将家里的东西 拿到部队里 但是当时饥荒严重 战士们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很多人都饿得头晕眼花 生了病 他再也忍不住 找到了队长李兆培 表示自己家有粮食 可以拿给战士们吃 李兆培很犹豫 因为纪律就是纪律 他不能白拿 但是想到战士们的身体情况 他思虑再三 决定去借粮食 就这样 在梁月娇的带领下 李兆培和几名战士来到了梁家 向红文三姐说明了情况 其实战士们也是比较忐忑的 因为那时候 谁家给共产党提供粮食或者帮助 一旦被敌人发现了 那就没命了 而且百姓们自己也要吃 但是没想到红文三姐 在知道战士们的来意后 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给了战士们60斤大米 他本想直接送的 但是李兆培坚决不同意 算不用挨饿了 后来李兆培又陆陆续续 从红文三姐这里 借了30斤大米 因为数量比较巨大 所以李兆培是分好几批运粮的 而梁诗伟也隐隐约约记得 小时候他曾看到好几个人 从家里运走粮食 但是因为那时候年纪尚小 所以他并不知道运粮的是谁 后来战争结束 梁诗伟渐渐长大 红文三姐却一直没有提起过 这借条的事情 梁诗伟自然也不知道 而红文三姐去世以后 梁家少了顶梁柱 渐渐的不复往日的辉煌 再加上后来出现的特殊情况 梁诗伟还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 生活过得也越来越拮据 现在看来 红文三姐的确是有能力 且愿意借出金额如此巨大的物资的 那么现在政府的问题 就是当年签下欠条的李兆培 究竟能不能够代表政府 为了弄清这一点 工作人员也找到了李兆培的老家 广东老人无意在家中 发现了游击队的天价欠条 向政府索要300万亿 那么他究竟能不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钱呢 当工作人员找到当年签下欠条的李兆培的家时 却发现李兆培早就不在这里了 问周围的邻居 他们也不清楚李兆培究竟去了哪里 只知道抗战结束后 李兆培一家全都离开了 再也没有回来过 虽然找不到李兆培 但是当年游击队的其他人 却可以证明 李兆培的的确确经常出入梁甲 而从梁甲出来后 他们就会有粮食吃 所以李兆培确实是代表游击队界的粮食 那这笔账就应该是归政府管了 当然也的确管了 不过因为数额太过巨大 所以要求梁世伟出具与红文三姐的亲属关系证明 但是这可难倒了梁世伟 因为梁世伟只是算红文三姐的半个儿子 毕竟两人没有学员关系 如果红文三姐还在 那还能够证明 但是红文三姐已经去世多年 这还怎么证明两人的亲属关系 而这件事也被报道了出来 当时很多人都在关注此事 大家都认为既然签了欠条 那就应该还 而且红文三姐能在当时那么危险的情况下 大意凛然的相助 那笔财富哪怕是放到现在 八根金条啊 还有五千大样 哪怕不算上粮食 这也是一笔巨款 更何况在那个年代 所以大家认为 这钱必须得还 还要敲锣打鼓 声势浩大的去还 要让大家都知道 红文三姐对革命的贡献 而梁世伟和其他健在的梁家人 对政府是否能够还出三万亿 并不是太在意 他们只是希望政府能够承认欠条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张欠条 更是红文三姐的荣誉和精神 至于还多少 只要政府能够给的合理就可以了 至于多少算合理 那就要看怎么算了 毕竟当年借出去的光是粮食 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况且还有大洋和金条 这样一笔巨款对于政府来说 可能也很难拿得出来 所以这个问题 要想解决好 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政府能够承认欠条 对于政府能够承认欠条